好那么上午我们把这个普苏别丝算法的一个原理讲完了 对吧 那么这整个过程呢 是需要你自己去掌握的 然后把这个包括这个公式里面的每一部分的含义 你可以带入这个例子去理解 没必要说我非要把这个东西背着 对记着 你把这个例子呢记着就行了 好 那么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个API 对吧 那么这个API里面的这个阿法参数呢 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超参数 也就是说普苏别丝来讲 他没有什么超参数可以去调的 那你觉得吧 这个参数对结果不会有影响的 就是说你概率哪个大还是哪个大 你默认呢 只要填1.0就行了 也就是说他默认也是1.0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用这个普苏别丝 做一个文章分类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数据呢 还是用我们上午去 那个地方fetch20 new groups 对吧 那里面的这个20个新闻 那么这个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数据啊 我们先就以这个数据去举例子了 后面呢 我们讲资源处理的时候也会说到 拿这样的一个新闻分类的话 那我们拿到这样的数据 其实呢 有可以用这个普苏别丝去进行分类 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对文章分类的效果也好 好一点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一共有20位新闻 那20个新闻组的数据集呢 包含了20个主题的 18000个新闻组帖子 那么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对吧 他打印出来就所有数据的这个新闻 然后每一篇新闻所对应的啊 他的一个例点都是有的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数据给加载下来 那加载呢 还是用我们的这个Fetch Fetch20 那这个获取出来之后呢 你的特征值 是不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啊 对吧 目标值是你每一篇文章 对应的是哪一个类别的标记数字吧 标记数字 那么我在获取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先对这个数据进行分割 我把它分割成训练级测试级 可不可以啊 把它分成对吧 你这个训练级占多少 测试级占多少 之后呢 我要去对训练级做什么 是不是要去用训练级里面的每一个 做什么 每篇文章做什么 是不是特征抽取啊 对吧 你的这个文本是不是要做特征抽取 才能去做吧 那你做特征抽取之后的目的是 每篇文章都变成了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列表吧 是吧 哎一个重要性的了 那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直接输入到这个朴素BS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展通了啊 你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吧 我们先获取这个数据 在这我们再定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叫 比如说叫 那边是对吧 你自己进了一张一个函数 去做什么呢 这个朴素BS 那首先第一步我们要通过fetch20 new gurus去获取数据的fetch20 new gurus那默认我们把它所有的数据呢都给获取下来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数据 返回比如说就叫news那么这个news啊我需要进行把我们的数据进行分割对吧 而进行数据分割好那我在这里调用train test split 第一个传的还是你的特征值这里的特征值是什么是不是一篇文章吧对吧哎你的data 第二个你的这个目标值news店 target每篇文章所属的一个列别接着你的测试机的大小 接着我们返回还是返回首先都是什么特征值吧有extreme s干test这是不是特征值吧然后接着都是目标值那这有训练级的目标值和测试机的目标值对吧好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写这个每一部分的解释了啊 那接着我们数据分割好之后接着要干嘛是不是要做这一步了我们是不是要以训练级里面去建立一些词的列表然后去统计这些词的一些次数了 那这个过程呢是不需要你自己去做对吧啊他在这样的一个算法API里面的已经帮你去做了对吧那我们就直接这里去对数据集对对数据集进行特征抽取 好那这里我们又呢默认就用tf idf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导入 from sacklearn特征抽取在哪里面啊 是不是就是feature extraction嘛对吧feature extraction里面有一个文本注意了有个文本然后导入一样导入我们的tf idf 哎外推子那么导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据进行转换了对吧首先我们实力化一个tf idf tf等于这个那么当实力化这个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有两个数据一个是训练级的测试训练级的这个特征值和测试级的特征值 我们是以哪个标准去进行化分的以哪个标准去进行啊那首先我们调用feature transfer 第一个是为了对训练级进行转换吧那训练级我们的xg3返回我们的xg3好那现在这一步feature transfer做什么是不是以训练级里面以训练级 单中的这些词的列表去进行统计吧统计重要性啊词的列表啊进行重要性每篇文章的重要性对吧进行每篇文章重要性 好那么接下来对吧我的预测文档是不是也要转换成这样一个词的列表啊那你是不是要统计成这个词列表里面用这个s test 对它进行统计吧是不是啊哎也就是说你这里面出现哪些词对吧比如说这个a啊比如说这个a这是个列表出现了b这个词这我就以单个字母表示一个词了 再来一个d比如说你现在统计数是这个所以你的测试集要干嘛是不是以这四个字进行统计它这里面的这些词的数量吗或者重要性啊应该是重要是对吧那所以我们直接tf点 transfer是不是直接把x test给转换掉 x test 好那么这样的话x test的 提过问题x test跟x train的每个样本或者说每个样本吧它的特征数量或者它的词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因为你这个词的列表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tf点getfeature names那个列表还记着吧还记着吧你把这个列表打印出来它应该是一样的吧我们就直接打印一下 这个打印估计也很长对吧那我们直接打印tf点getfeature names好我们就在这打印一下那这个列表你是这个对它进行统计重要性这个也是对它去统计重要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都进行特征数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普速bs算法的一个计算对吧那进行普速bs算法的预测 那在这里首先我们实力化我们的实力化我们的这个普速bs算法在这里要导入一下对吧我们这个算法还没有导入 我们这个算法还没有导入 from cycle learn sk learn点在我们的nav base里面有一个叫multinomal nb对吧那这个我就可以去使用这个multinomal nb 然后在这里我的这个alpha参数默认的是1.0对吧默认1.0然后呢实力化一个mlt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这个整个估计器的流程是一样的吧第一步我要fit是不是fit我们的训练集进去它进行一些计算了对吧统计好那我们就mlt.fit 注意了这一步它是要干事情的并不是说你费的进去什么事情都不干对吧s.trim还有y.trim这是为你训练集的特征值以及训练集的目标值了对吧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训练集的打印一下啊我们可以把训练集看一下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对吧好就打印s.trim对吧好输入进去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所以一步一步去计算计算 这个概率吧那我们应该是以这个数据去干嘛去predict吧以这里面的数据去predict的什么predict的我们的exit test 是不是只要输入这个词出现哪些特征输入进去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哪些词啊出现哪些词是不是可以了吧这边文章那我这里就直接出现外干predict 也是它预测的类别当然这里面所发生的这一切你是看不到的对吧他已经在这个API里面去给你实现了好 第二个最后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准确率那得出准确率我们可以直接MLT点score方法对吧那我们这里呢打印一下 准确率 准确率为 这里也把预测的这个类别等一下 预测的类别文章类别为 外干predict对吧好那么就直接通过这个普苏别斯对文章分类的时候看一下他的准确率以及文章的类别为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报了一个错误啊score这个score没穿 没穿东西是吧s-test和y-test 那然后看一下前面他打印出来这个东西打印出来这个东西那你怎么办 这个extreme 是不是你的这个打印出来是这是什么格式 sparse的一个矩阵嘛 那我们你要把这个东西转换成spot主动就怎么办 是不是在这里直接to array一下就行了吧 to array 你要看他的结果你可以extreme点to array 把这个打印一下就行了 好那么get feature names 当然他是在这个里面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一个的词的列表吧 哪里建立这个词类列表 是不是以训练集里面统计了许多词建立的这样一个列表 没理解吧 现在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列表了 对吧 那接着我们要统计这个extreme 是不是他应该都是什么 一个个的列表 每个列表里面应该每个词的重要性 是不是给他一个二维数组的形式展现 所以这个这样的展现 当然我们这里是打印spot主阵 你把它转换一下就行了 好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那么这个里面打印的都是 看一下 我们打印是extreme 那这个第一行 是不是训练集里面第一个文章 对于我们的这个词里面 其实是不是去进行统计啊 重要是吗 那其中有很多为0说明什么 这有一些词是为0的吧 对吧 次数为0的 那有的这个重要性你可以打印出 当然他这个长啊 这个列表这个长度 从这里到这里这个长度是很长的 对吧 你得出来的结果有很多为0 他中间有一部分的里面看 看不到对吧 那预测文章类别 也就是说你预测这文章是属于什么类别 是不是对于测试集来说 这里面的这些文章吧 你预测测试集里面 还第一篇文章是4 第二篇文章是8 那这些东西怎么来 是不是这篇文章属于所有类别的概率 取出最大一个 是不是正好是4这个类别吧 对吧 好 那么准确率就为85% 好 那我也同学一问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提高呢 其实是不太好提高了 因为他什么 没有一些什么超参数给你提高吧 他是怎么去统计啊 是不是 哎统计里面出现哪些词 然后词词的一个数量 是不是都固定的 就跟我们KN一样的吧 当然KN有一个超参数是K值 对吧 那这里我们是没有这样一个超参数 去进行调整的 那所以普速贝耶斯算法呢 他的准确率呢 首先他准确率能够达到很高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理论支持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的数据集如果不准确 或者说你的数据集比较 这个或者说是训练数据集吧 就比较乱的话 你有些训练数据集统计错了 那你这里面的词对于你预测一样吧 会不会造成影响 会造成影响吧 因为我们都是怎么去统计 是不是这样去进行计算概率吧 哎一旦你这里面的词不标准了 那你这个某篇文章出现了这里面的哪些词 是不是就有可能有问题吧 好假如说你现在文章混这个本身是这个文 这个新闻类型的对吧 新闻可能是跟一些这个实时的这些的一个政治啊 或者说这个娱乐有关 那你放进去一些别的文章进去 是不是会有影响 会的吧 所以朴素贝耶斯这样的一个算法去进行文版分类的时候 注意到他的影响因素就是你的数训练集 训练集影响非常大 好我们先暂停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